所以说我每年都在呼吁这件事情 就是关于24小时公交专用道的取消的问题 那今年又有一些媒体和一些朋友呢 又再次的提出这个问题 一边是堵得不行的这个街道 另一边却是空空荡荡的 这个24小时公交专用道 这个事情呢 很多网友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 而上海市道路交通局呢 最近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坚持公交优先 在上海拥有最大路权的仍然是公交车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会灵活 这回终于灵活了 几年前一直都不太灵活 24小时就是24小时 没得商量 那这71路的专用道 已经被大家视为上海最有特权的一条道路 而这条道路在拥堵的时候 看着它空空荡荡总觉得太伤心了 而且跑过的一趟又一趟的那种大巴车上 就没多少人也更让人失望 这个路使用效率太低了 在上海不是说谁的路权最大就要尊重谁 而是谁的效率最高 我们应该尊重谁 这就是当初深圳特区喊出那句口号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啊 为什么现在不讲效率了呢 这个效率问题在上海能不能得到重视呢 全民是不是应该以这个为一个突破口 真正的把效率问题重视起来 以前鲁迅先生说 浪费别人的时间无益于谋财害命 想想七十一路专用到的存在 是害了多少人的命啊